美航機爆胎投產地 應直升機墮位4死 機上154人 有兩個女乘客輕傷送丸 示範前日下午6時多 美國全美航空公司 這架A320空中巴士 在費城國際機場起飛 準備去佛羅里達州鎮 前輪爆裂 機師緊急煞停起飛 著陸鎮 機場客運大樓的目擊者說 見到跑道有火花 7至10分鐘後見到白煙 當局一度暫停所有航班升降 但在英國東部諾福克棍 這架民用直升機上的人 就沒那麼幸運 前晚7時半左右 架直升機因為農務失事 墜落吉寧厄務的松林 機上4個人全部離難 有當地傳媒報道 寫者包括愛爾蘭首富 他的身家達到64億5千萬港元 但當局就不肯透露遇難者的身份 說要通知了死者家屬才可以公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